啊花两分钟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学的内容啊 回去的时候你们好看啊 今天加上一个回顾 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两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咱们的对象三种状态和咱们的一级缓存 缓存 然后呢第二个是指的咱们的多表关系之 一对多和多对一这两个 那三种状态的话咱们学习了三种状态 分别是顺时状态 然后还有咱们的持久状态和咱们的游离状态 然后其中顺时状态的话 咱们指的是没有ID 然后不在塞肾 这时候你可以不说关联的事了 这就是学了一期缓存证就可以说不在塞肾缓存中吗 然后持有状态实际上是指的在塞肾缓存中 然后前面这是有ID 然后所谓游离状态 它是有ID不在塞肾缓存中 然后呢其中咱们学了一个特性就是 是持久状态的对象 然后呢 会自动 将对象的变化 同步到数据库中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就学了这个一级缓存 然后呢一级缓存 咱们其实学的内容并不多 演示的话就比较麻烦而已 一级缓存主要学习的 它是使一个什么呢 是现成级别的缓存 也就是说在咱们的塞肾对象中 然后呢 它的本质是一个什么呢 麦克 然后呢缓存的内容 是咱们查询到的什么 对象 缓存咱们对象 然后呢使用这个缓存的目的呢 是减少咱们的circle 语句发送提高什么 是不是效率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缓存当中 还讲了一个概念 叫做缓存重大什么 快照 快照也是跟缓存 是绑定在一起的一功能 是用了 是用来在这个事物提交之前 是不是先对比 快照与缓存重大 对象 然后呢来决定是否需要什么 更新是吗 是不是数据库 是这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就学习了这个 一些细节问题 细节 这些细节 例如咱们的这个 save和sist的区别 还有咱们的hql 什么sql 还有什么create 查询与缓存的 关系 是一套 他们跟与缓存什么关系 是不是如果查起来 最像的话 是不是都会存入到缓存当中 结果都会存入到缓存当中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就学了一些 是不是API 什么API 咱们学了操作缓存的一些API 例如以wicked 是不是 然后什么clear 对不对 然后什么refresh 还有什么 就是flush 是吧 然后还学了咱们的什么save all update 是不是就得行 然后这样的话 那咱们这个对象中的三种状态和缓存 就说完了 然后呢 其实这些东西 相当于全都是原理 就是让咱们在使用harmonate的时候 能提高咱们这个掌控感 然后呢 下面这个多表关系 咱们主要讲的是一对多多的一 那咱们主要讲的话 就分为这个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咱们的 这个关系的配置 关系的配置 咱们是分为两方面 对象方方 对象方 关系的配置 是在一的地方 引用多的一方的 就是集合 然后呢 在多的一方 在多的一方 引用 一的一方的 是不是对象 是吧 这是对象的设计 然后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说了 在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当中如何来表达吧 配置文件当中 咱们分为一和多的一方 在一的一方 咱们这个关系如何来表达 在一的一方 是不是咱们是使用一个side的元素 使用一个side的元素 是不是来表达这个关系吧 然后呢 这个side的元素当中 咱们使用了是不是一个name属性 这是是不是咱们的集合 名称啊 然后呢 在side当中 咱们使用一个什么属性 来描述咱们的外界 是不是key啊 key来描述咱们的外界 然后呢 在key当中 咱们使用一个column 这是这个外界 外界名 然后在下方 咱们使用了一个什么元素 是不是表达他们关系的one two 然后这里面咱们填 填什么东西 是不是咱们的class啊 这里面的话 这是填咱们外界的这个对象的 是不是完整列明啊 外界 所属对象 完整列明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在多的地方 在多的地方咱们配置的话 没有这么麻烦 直接配置一个money 出万元素来配置他们的关系 那money to man元素的话 这是配置了一个内幕来指向咱们 引用 名称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是不是class来配置咱们的什么 这个 呃 引用对象的完整列明吧 然后还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column 还是column 来配置 是不是外界名称吗 我的外界名称吗 是不是配置啊 然后配置学完以后 咱们是学操作 操作的话 操作的话 咱们主要为了引出两个属性 一个引 Wars的属性 还有一个 K的属性 其中引用的属性啊 他这个 是呃 是否 将 维护 外界关系 交给什么 是不是对方啊 说白了就是选择 我是否要封 我是否 是不是啊 那么在在这里的话呢 需要注意的是 光说结论的话 应该是只有 一的一方可以放弃 而多的一方不能放弃 好 然后开始开始的属性 咱们在学的时候 咱们学的曲直 有这么几个 sale杠是吗 update 这个是代表咱们的 集联保存和修改 然后下面这个 delate 是集联 是不是删除 然后下面这个 delate 杠 or phas open 这个是删 集联 叫固尔删除 固尔 删除 删除 我不 引用的 对象 然后 再往下 那下面咱们还有一个 all是吧 all就是 这是相当于sale -update 加什么呢 delate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all什么 -delate open 这是不是相当于sale加delate加 是不是delate open 那以上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 这样的话 你们看着今天的这个 回顾一下 看着感觉清楚一点了 咱们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好了 然后呢 今天回去以后 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业留给大家 然后回去以后啊 呃 第一 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 呃 所谓一级缓存和对象的状态 自己可以操作操作玩一玩感受一下 然后第二个呢 自己回去一定要练一练一对多多对一的这个关系配置 然后玩一玩这个inverse和ksk的啊 自己多试一试 然后呢 没事自己跟自己玩一下怎么玩呢 就是整点操作 根据不同的配置 琢磨琢磨 他打赢出来什么色口语句 因为你通过猜他的色口语句 你是能猜出来 虽然咱们没看原码 但是你能猜出来 harmonite的底层 他是怎么来做的吧 能听我的意思吗 啊 你你如果说这个将来这个自己玩 跟自己玩的特别熟练了 一看这个配置 再一看这个操作 立刻脑海里就出现了harmonite 他应该打印这么语句 并且跟harmonite打印出来真是语句匹配的上 那说明你harmonite玩的已经算是如何纯情了 那这边的意思 啊 就回去就玩玩这种语句了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好了 下次